哇,这走位真的太帅了 不愧是火箭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小特和火箭之间一场非常经典的对决 现在火箭落后65分 我们看一下火箭如何把他给一转 漂亮 哇,这招牌的中弹上手 双方此前有过31次的交手 火箭16胜15分,略战优势 但是在决赛的交手中,小特是以8胜5负,占据优势 这两个人呢,打球风格都是进攻性十足 身手球迷的喜爱 现在唯一有难度的可能就是这个分球来连接黑球,我们看一下火箭最后怎么处理 现在手里的交到了苦边的红球 24 24 火箭目前有39个排名赛冠军,小特是23个 但是在三大赛方面,火箭是以21个冠军领先小特的三个 32 所以两个人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 33 看火箭打球就感觉非常轻松,没有什么压力 40 40 对,他可能会比较适合 他可能会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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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最近的三次教授呢,火箭是三战全身 collision 这样去年的实景西 或却至疑是18-14,投放了小特,得了生涯的第7 -15 去年的实景 concept � valuable representative 经典打王 法庭 我见识无比六被马叔绝杀 小特拉斯听进了今年大十赛的决赛对说是马克林莱姆斯的 to get hand on the bed play the pink left handed we'll see fifty three that's what he's got现在篮球一点点下上的角度 left handed under the utmost pressure 看一下这个非常关键的走位 you know the same to come round fifty eight no ideal topping it through the three cushions with a touch of right 我强行发力 great effort brilliant shot 看这个感觉 world class that well this frame doesn't win in the match but it keeps him in the match 好球 80点一转 这是赵新彤和自己的偶像奥莎列文的第一次教授 也正是因为在这次教授中的精彩表现 让赵新彤得到了火箭的青睐 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也是剧情非常的刺激 我看一下到底露似谁手 why it ends up down there probably hit bottom red too thick but for i sullivan on the break building stakes 赵新彤可以说是最令人惋惜的中国球员 上个赛季因为打架球被世界太连竞赛 但是竞赛期到了什么时候结束 在我们现在有这个很没有具体的实验 在竞赛之前呢赵新彤是中国群员里面排名最高的 来到过世界第七位 而且已经拿到了两个排名赛冠军 一个英锦赛 一个大师赛 可以说是分土真胜 这个可以考虑来K球 效果还不错 红球还可以继续连接 火箭和赵新彤的打法非常的相似 都是属于进攻性非常强的球员 所以很多球迷把赵新彤称之为中国的小火箭 赵新彤16岁出道 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是19岁 可以说是一位刚出道的天才少年 这场比赛 赵新彤是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火箭追到了决胜局 赵新彤我感觉是属于那种天生的大场面选手 遇到高手突出 在今年的市井赛上有记者问火箭 对赵新彤打甲球这件事情怎么看 火箭当时也是说希望赵新彤能改过自新 重新回到斯诺根赛场 关键的红球没有打进 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超分 所以赵新彤还有机会 我今天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最擅长的中代居然大丢了 组合球 没有打进 其实赵新彤和火箭的关系非常不错 去年火箭和赵新彤打了几场表演赛 这杆给了赵新彤一个上手的机会 赵新彤最擅长的就是众多 但是防守和围球却是差的比较多 在去年的休赛期时间 赵新彤自己说过他跟火箭练了一段时间球 对自己的提高很大 在上个赵新彤的比赛中 大家可以看到赵新彤用斯诺根赶法比以前多了很多 就是受到火箭的影响 赵新彤是属于那种极具天赋的球员 现在这种局面相当于把胜利直接交给了火箭 竟然被精彤了 但是还是希望赵新彤能及时地付出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 谢谢 包丁百六 这个时候的赵兴彤和火箭拼防守可以说是完全占不到便宜 火箭结束比赛的机会 这样的话这一局比赛基本上就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个赛季赵兴彤能够付出 这一局比赛的赛季赵兴彤能够的赛季赵兴彤的赛季赵兴彤